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下面我们讲《显观传言论》当中 今天讲究竟修行的所谓 在《显观传言论》表示辩知的十法当中 它是第六个法 我们前面讲到了修行的所愿 修行的所愿由十一种法来说明的 今天讲的修行的所谓实际上这个也是修行 我们昨天的所愿指的是对境 所修的对境 这个修行的所谓实际上是修行的目标 修行的最终体现什么样的果 主要讲这个 那么这个也是从它的本体和分类方面来分的话 它的本体实际上是要修到佛不共的境界 修行所谓的也就是说 它最终得到的目标 这就是我们修行当中的这一点还是很重要 我们在座的道友都是学大乘佛教的 不像现在很多人学习佛法 很多人学习佛法的目的是什么呢 就是世间法 世间当中也是为了健康 为了财富 为了名声 为了包括家庭和平等等这些 那么除此之外 对来世的关系非常少 更不用说乃至很久之后获得佛果 这一点我们学《现观众养论》的时候 也是有明显的感觉 尤其是我现在讲《现观众养论》 好像在我们学院当中发现不了 这个人数刚开始特别多 到最后很少 这样的感觉好像没有的 尤其是夏天的时候好像人还是越来越多 那样的感觉 但是我们这次讲《现观众养论》和《六祖谈见》 也是在网络上直播 网络上直播的人数还是非常察觉很大的 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现观众养论》 听的人应该算是比较多的 我们这里并没有看 比如说一个电机当中 如果有多少个人听说 这个我这边看不出来 但是我这边看得出来 每天上网的 就是在听课 现场听课的多少呢 刚开始的时候 我在这里也说一下 大家也应该发现精进 刚开始《现观众养论》第一堂课的时候 有三千五十九个电机率 然后现在就是 今天应该是第十几阶课吧 十一阶课的时候 一千五百里一个了 今天是十二阶课 十二阶课的话 一千里六十九位 所以两千一百多 接近两千多的话 在十二堂课当中 已经下来了 我想如果我原来说 可能会讲五六十堂课 现在可能五六十还不了 也许到七十堂课 如果到七十堂课的话 我看外面的人 这个现实大家应该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对 城市里面的人闻思的心态 我也看得出来 下面的这个是六十堂课 上面的这个 现观众养论的人数 它的人数表 所以说到这样 这样 这样 最后我接受的时候 很有可能 往上听课的人变成零 有可能 你们现在也可以看得出来 现在在十一堂课当中 两千多个下来了 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想不一定是我讲得特别不好 因为我这么多年以来 实际上对自己的讲课 也是刚开始我讲得很精彩 然后慢慢让大家失望 不一定是我的问题 我想不一定是 《现观众养论》发本的问题 我说实话 我还是很公准地评价 但是很多问题的话 我们修行人 很多都是没有自己的目标 因为我知道现在很多人 他是怎么样呢 就是很现实的 就是要考虑到当前的感情问题 生活问题 然后他的一些解决痛苦问题 当下的 在生活上的 除了这个以外 一般稍微远一点的话 他都没有兴趣 所以说我们末法时代的时候 众生说实在 非常非常地 所可怜也罢 或者说慢恨也罢 或者糊涂舍微也好 不管怎么样 现在我一直每天都是在这里看着 今天我们《现观众养论》 从一节课到十二节课的时候 大家也应该明确到 网上的很多道友学习 就是这样 所以说你们今天听课的这些人 我相信有相当一部分人 迟早都会退下来了 但是你们都退下来了 我还是在这里 我也会讲下去的 我原来也是说过 只要有一个人听课的话 如果我自身没有什么其他的违缘 我还是有一步法开始之后 以前一直是这样的 没有在中间 半途而非过 一直是在我的经营当中 接近三十年没有这样过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讲 修行所谓的时候呢 我们一讲到《现观众养论》的时候 刚开始的时候 大家都觉得 解释佛陀的深深空性的意义 那肯定很好的 我要听听 然后听着听着的话 讲到什么编制的一些法 讲到了加行道 资粮道 从来很多都是不熟悉的 这样之后我们现在人 自己的智慧是没办法跟着佛法和修行去的 这个时候我们也看得出来 别人听课的态度既然是这样的话 那接下来过后的思维的态度 修行的态度更是不用说的 这是我们在座的有经验 我们一般来讲 听一堂课 实际上并不是很容易的 《现观众养论》刚开始的时候 我也说过 我希望大家都是三十三种 如果你实在没有时间 最好不听了 要是听的话 你最好听下去了 这样之后 现在已经变成这样 当然这个都是 我也不会伤心 也不会退视 我也看出了很多大城市里面的 道友们也好 非佛教徒也好 他们闻思的状况 心态 态度等等 这些应该看得出来 所以说今天在这里讲到了 我也不可能讲《现观众养论》的时候 每天都是讲一个故事 讲一个简单的公案来 然后把这个时间打掉 我不愿意这样的 我原来讲《五部大论》的时候 基本上按照传统的 从字面上 从内容上进行分析 根据不同的讲义 阐述 除此之外 除了特殊情况以外 一般来讲比较简单的 这些公案和比喻加得不多 也许可能这个也有原因 不管怎么样 我们今天要知道的是什么呢 修行不供所谓 也就是说 修行的目标 这个目标是什么呢 下面有三种分裂 我们所谓的 修行当中的三大所谓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圣诸有情心 极端之为善 极端之为善 当之之善大 之之所谓是 那么我们现在应该要明确 要明确的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们大乘的修行 最后一定要有现前他的目标 要成就他的理想 成就他的理想 那修行的所谓和他的目标 实际上是有三大 那三大 所谓的心大 端大 智大 也就是说 首先是所谓的心 大悲心 也就是说 我们到了成佛的时候 有一颗心 这叫做大悲心 我们讲俱始论的时候 也是大悲心 实际上有好多特点 悲心和大悲心之间 小乘也是讲到 有很多他的特点 那么这样的话 在大乘当中 他的大悲心是什么呢 这种大悲心 佛的大悲心 能超生一切有情的 方便大悲心 那么这个有情当中 实际上我们凡夫人 还有资粮道和加行道 以及从一地菩萨道 十地菩萨之间的 所有的凡夫和菩萨都包括 所以有情的词 有时候我们只讲的 这些凡夫众生 叫有情众生 七世界和有情世界 就是这样讲的 有时候他这里的有情 除了佛以外 佛已经超出了有情的范畴 其他的都可以称之为有情 那么这里有一颗大悲心 这个大的自卑心 除了佛以外 包括菩萨 他们根本不具足的 凡夫道十地菩萨的心态 都完全超出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佛陀没有丝毫的自私心 完全都是在显现上 利益众生的这样的大悲心 这是叫做大悲心 然后第二个叫做大端 那么大端是什么意思呢 当我们真正证悟 一切万法的时候 会断除烦恼症和所知障 这两大障碍 只有佛地的时候 是完全可以断掉的 因为这个时候 细微的所知障 到了最后金刚御丁的时候 都没有了 那这样的话 这个叫做大端 大端 我们现在就断不了 有些凡夫人甚至 让他戒严 戒酒都是不行的 世间一般的居实无解 这些也是要断除 很困难的 但是到佛地的时候 完全身与异得已经清净了 清不善的这些 所有障碍的部分断完了 那么这个断的部分 也实际上是按照佛经来讲 它是一种功德 这是一种功德 所以我们经常讲 佛陀有断正圆满的 其中的大端在这里 所以这是灭地现前的时候 叫本性身 本性身的功德现前的时候 就可以这样的 刚才从冷断的层面来讲 到佛地的时候 完全现前 证悟一切万法为空性的 尽所有之后 证悟一切广大世俗法的 尽所有之 那么这两大智慧 圆满无缺的具足 这叫做大智 佛陀的智慧就是大智 有个别的一些讲义当中 好像前面的大心 也解释为智 智慧的智肯定是不行的 因为前面是慈悲 后面是智慧 慈悲心和智慧具足的时候 所谓的断 它没有特殊的一个功德 但是就像我们小村里面 讲的抉择密 像抉择密一样 通过智慧现前之后 它的违平全部没有的部分 称之为一种断的功德 所以这三道德 我们现在以无缘的方式 并不是现在 虽然这三大所谓 但是我们现在 大悲心也好 智慧也好 所断也好 这些是以无缘的方式来进行修 进行修的话 大家知道 这叫做三大所谓 三大所谓究竟来讲 它是一个佛陀的功德 圆满正能觉 自然圆满正能觉 它的功德 而我们在因地的时候 每一个菩萨应该值得希求的 包括我们今天在座所有听课的人 那么我们最终的目的 我们听《现观众严论》的目的是什么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在座的人 并不是大家都是一种 好像没有什么是的 没有什么不是 我应该说 我们在座的人 大家都是 比如说我也很忙 天天都很忙 你们也是 每个人自己都很忙 但我们听课 我们共同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最终的目的 就是要先前圆满如来正能觉的果位 这是我们现在发心过程当中 每一个道友一定要有这样的 我们为了考试也好 为了哪怕我们发心 每天都是 尤其是用电脑发心 有些是用其他方式来发心 那么这个目的是什么呢 暂时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目标 但最后是什么目的 就是要先前圆满正能觉的果位 那这个时候 先前我们前面讲的是三大 那么这个一定要具足 所以说这样真正的功德 唯有佛地才有的 但是圆满先前的话 我们逐渐逐渐地 包括我们现在凡佛地 也有比较相似的 从资粮道开始也有相似的 比如说大悲心的话 我们现在也有无私的悲心 然后我们现在也有 不同程度的一些智慧 那么有了智慧和有了悲心的时候 那么与智慧相伪的部分 也会断除的 与慈悲相伪的 自私的这些心 也会可以断除的 所以这些可以叫断 因此我们现在学习大乘佛法的时候 一定要改变我们的观念 有些人学着学着学着 到最后的时候 自私自利心越来越强了 这说明确实 修行是不算很成功的 凡是大乘佛教的话 那么这个目标就是 我们前面讲法心的时候 所讲到的两个 一个是不管是自己也好 他人也好 获得成佛 这是一个目标 光是获得成佛 是不是我们要得 很多一些比较特殊的待遇 或者说让我们天天快快乐乐 已经睡着 或者享受世间的各种余妙 并不是这样的 一定要众生 从苦海当中接出来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所以说大家修行的目标 一定要明确 但是这样真正明白 修行目标的人 如今确实是不多 不多的原因是什么呢 跟我们的教育有关系 因为我们现在传播佛教的人 实际上很少 即使有的话 有些都是并没有把大乘佛教 直接的理念讲下来 不讲的原因有两种 有一种可能包括讲者 自己也是不会讲 还有听者就像我们今天 在这个标上面发现一样的 如果我们讲到的这个 我拿了第三次 这个当中也可以看出来 我们现在听客的人 他们的水平也好 目标也好 想法 他们是求解脱的人吗 他们是能帮助众生的人吗 应该不是 大多数不是 他刚开始以好奇心来看看 到底这个和尚说什么 就看看 看了看 好像没有找到自己所需要的 我现在所需要的是什么呢 我人生很苦 我马上要解决 我家里已经解体了 破产了 或者说我身影不好 然后我每天晚上睡不好 我最需要 可能我在课堂上 专门讲一个奇功的了法 可能很多人都是33种的 你自己应该按个学位 这个时候你一定会指什么什么 你耳朵要揉一揉 这样揉的话 那么这里的一种神经 直接通达那里 那这样的时候 你就在这里 膝盖上按一件 然后这样按一下的话 那你就自然而然 晚上睡眠很好 因为这样一说 尤其是嘴巴比较回缩一点的话 人的这种意识起到一定的作用 他自己把自己膝盖上按一样 确实对 我晚上睡得特别舒服 这个医生真的说得特别特别妙 然后就开始 我可能每天都是听课的人 越来越多 很有可能 如果这个标的话 往上涨 有这样的 这个GDP往这边成长 有这个 所以这个是我在这里 也应该可以看出来 大家的这种真正的 现在传播者也好 听受者也好 我们的目标 实际上大家都是没有搞清楚 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实际上我想并不是不需要 实际上真正要想解脱者 或者离开苦害的人 愿意离开苦害的人 都需要这样的思想和理念 不过很多人确实在这方面 并没有很大的兴趣 现在很多的一些 包括一些国外的法师 他们弘法吏声应该很成功的 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 要讲特别特别浅显的 就是讲一些所谓的人间佛教 尤其人间佛教当中 可能稍微深一点的 连一个教证都可能不敢提 我去年前年开始发微博 发微博的时候 当时我自己特别喜欢的有一些教证 有一些空性方面的教言 然后就开始发上去 发上去了之后 看外面的人没有兴趣了 最后我发现 大多数人不能讲甚深的空性 也不能讲利他性 应该是对现在社会当中 比较惯用的一些知识受欢迎 后来我就基本上按照 大家的心态来开始调整 那么我们现在所讲的这个课 我们也不可能大家的信心 因为是这样的原因 尽量地讲前线的 这也是不可能的 尤其是藏传佛教五部大论当中的 现观状论 以前也是有没有光红 大家应该可以翻开 历史也是知道 需不需要 它的重要性是什么呢 藏传佛教为什么如今在这个世界上 保留得那么好的 这个原因大家也应该看得出来 因为佛教已经深入在人心当中 而且深入的方式并不是很浅显的 很简单的方式来 入于我们的心 如果很简单的入于心的话 现在新方的很多科学家和 很多知识分子 不一定如此地受欢迎的 这个原因大家也知道 自古以来在藏地 确实是这种闻思的方式 并不是那么就听一堂课 甚至听一堂课也是刚开始的时候 深圳等地听 还没有到七点半的时候 大概五点钟的时候 都是在电脑面前 今天坦布要讲仙观状了 我一定要听完 大概五点钟的时候 都是在电脑上 一直沙沙地等着 听了一堂课就不行了 第一堂课分别忘念非常多 二堂课大咳嗽 三堂课给别人聊天 到四堂课的时候 彻底开始已经下来了 然后再也不来了 所以我今天主要是对说话的众生 是不是我们学院里面的人 应该批评的对境 当然我每天都是有这个 知道的 这样的话 我们也知道 今天要讲三大所谓 三大所谓的话 实际上讲了也是 大家的兴趣就尽此而已 也应该明白 不过大家也应该要知道 现在你处于什么样的位置 我们的修学佛法 到底它是什么样性质的一种智慧 这一点要明白就可以 所以应该是它的界限 我们凡夫地一直到佛地之间 这三大所谓 有不同程度可以有 下面我们前面把分支部分 全部已经讲完了 下面都开始讲 宣述着真正的观修 修行之相 那么修行之相 分四个方面 也就是说 睽甲修行 还有趋肉修行 资粮修行 和定身修行 这四个我们讲《现观传论》当中 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四个 我在这里首先讲 第一个讲的是 开甲修行 皮甲修行也可以这么讲 这个也是分本体和分类方面来讲 没有讲本体之前 这四个不同的修行的差别 大家一定要明白 什么是开甲修行 主要是从异乐方面安理的 因为开甲是我们心里面的安理 比如说我要去作战 到战场上去的话 我在家里的时候 有个非常勇猛的心 我们以前有一个人 他在家里给自己的家人说 我这次出去 赞成非作不可 但是不一定会来 不管不回来 也是我这次一定要去 他有一个勇猛的心 所以我们讲开甲修行的时候 就是说 我一定要修行 修行的话就是修六度 通过六波罗蜜多 一定要修圆满 就是空心和现前的一切法门 我们本身也讲六度 从心上安理的 大家都知道 所以讲披甲修行的时候 从心上安理 决心一定要修六波罗蜜多 并且圆满实现成佛 利益无量众生 他在心里面这样的一种誓愿吧 就是一个大的披甲誓愿 这个是第一成余 然后第二个叫做 趋入修行 趋入修行主要是他的加行上 行为上 你光是心里面想 我一定要去战场 不行的 你亲自你带着什么武器 你以什么铠甲 有什么样的兵器带上 然后直接入于战场 第二个 你一定要进入你的场合 同样的道理 你心里面又发了 六波罗蜜多的心之后 在实际行动当中 你真正去入于修行 在修行的时候 先可能要净通世间法 然后出世间的一切净通 净通过后不断地去修行 这叫做趋入修行 然后第三部分 叫资粮修行 资粮修行就像刚才入战场的人 他不但他心里面有发这种愿 而且实际行为当中 他入了战场 入了战场 通过他的武器 装备 他的勇敢等等各种行为 那么正是对地方交战 入了战场之后 那你一定要应用 你无畏的势力 那么同样的 我们修行 有了披甲修行 有了趋入修行之后 通过资粮修行 通过资粮修行 应该是以福德资粮和智慧资粮 那真正由十七种法来 真实地修行 真实地与烦恼作战 真实地与修行的违平 开始进行交战之后 退回 到最后的定身修行 实际上刚才入战场的人 通过他自己的装备和 引用无畏的交战 最后获胜 获得胜利 开选归来 回来了 那么这个叫做定身修行 他通过烦恼进行对治 对治之后 最后智慧战胜 获得了真正已经 清净的果位 所以在四大修行的层次 我们原来刚开始 学《限观众业论》的时候 好像是开甲修行和趋入修行 然后资念修行和定身修行 都比较相同一样 它们之间的差别 它主要是从哪些方面表现 有这样的怀疑和一些不动的地方 一些争议 所以你们在分析的过程当中 大家把这四个修行的 不同的初衷点 一定要搞明白 否则我们讲《限观众业论》的时候 经常也有 好像感觉上是不是重复 是不是在这里也提过 那里也提过 经常会有这种 但实际上 它不会有重复的过失 那么下面我们讲到 什么是毕加修行呢 毕加修行主要是从意乐方面 它的智慧和还有它的悲心 这两者应该是通过双云 修持六波罗蜜多 是这么一个修行法 叫做毕加修行 那么颂词当中 它的分类是这样讲的 它的分类应该是讲三十六种 好像只有一个颂词 是吧 尤比等别别 皆是十等六 古毕加修行六六如今说 我们毕加修行 实际上它是通过修行的 不同的一些智慧和方便 双云而涵盖 这么一个修行 那么这个修行 实际上它是通达一切万法 因为我们前面也讲了 作为一个菩萨 他要修行的话 从身影当中 一切万法皆为空行 如虚空一般的 然后四手当中 通达一切万法无有实现 但是显现不灭的 如幻如梦一样 然后这两者 实际上是无二无别的 这是每一个菩萨所求的 一切万法的本质 那么这样的时候要修持的时候 各自都是通过六波罗弥多来修行 通过六波罗弥多来修持的时候 主要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比较广地修行 广地从意乐上准备修行的话 那么先分六个 从布施到智慧之间 就是布施 持戒 安忍 精进禅定智慧 这样修六种 每一个波罗弥都可以分六个 比如说布施的话 布施的持戒 布施的安忍 这样分六个 然后持戒的话也是持戒的布施 持戒的持戒 持戒的安忍 这样行 那一直到智慧 智慧也是智慧的布施 智慧的持戒 到最后智慧的智慧 他这样来分 这样的时候 总共有六六三十六个 这三十六个是怎么分呢 实际上作为菩萨 他不管是行持哪一个善法 都具足其他的波罗弥多 我们讲前行的时候 也是讲过吧 比如说讲法布施 法布施的话 那么我以没有任何的吝啬心 以回向和给别人的饶益心来 进行宣讲佛法 或者给别人念经 传法等 那么这些叫做布施的布施 然后在这样的法布施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刚才的陀那戒声音很大 我们以后学院了 我们可能 汉族四众弟子有没有不知道 但是我们希望以后对个人的一些大的修建 尽量少一点 学院这边最近也是在商量 个人当然如果实在是没有房间的话 你不得不造建一个小的闭关房 修行房这样的 但有些人可能在拉荣的身体里面 一层加两层 两层加三层 然后以后可能三层加四层 乃至一百一十层 有可能所以这个地方也没有 有些可能自己稍微有一些钱财的话 最好不要到学院来 你就显露你的富裕 如果你真的富裕的话 你智慧的富裕是我们在学院当中很受欢迎的 有露财产的富裕不一定是很受欢迎的 所以现在有个别的一些人好像前面一直在家一层两层 到后面的这些人连窗户的阳光都已经完全当完了 这样可能很多方面也有一定的过失 所以希望我们这边的观家和负责人也经常看 如果个人实在是没有的话 也想办法可能不得不建造 除了这个以外 以后学院当中 包括我们集体的有些房屋 教室 集体的有些 我们也以后想办法 不要在外面的建筑上 我们本身的一些想法 原来我们拉荣山河 个个都是草皮房 草皮房 大家可能现在新一代的21世纪的这些修行人都不懂 我们前辈的这些修行人基本上都是住在草皮房里面 通过多年的闻思以后 草皮房的修行应该是更好的 后来就慢慢慢慢搬皮房 买一些搬皮 然后自己用钉子来钉一钉 我自己也是做过草皮房 也做过搬皮房 后来真正的半空房 我们现在所谓的四方木板 现在有很多都是水利房 这个水利房本来也比较冷 也不一定非常好 但是现在我看个别的导游 本来房子也是很不错的 在上面下面是水利房 上面是崩孔房 在上面是玻璃房 玻璃房上面也是增加 这样好像来学院之后 极个别人可能专门不是来修行 修房子 每年都是加一层 这样可能没有多大的必要 这不是给所有人说的 大多数的人 我这边我觉得是很好的 大家都是自走少月 在一间房子当中住了十年 二十年 很多都是这样的 应该很随喜的 但是极个别以后希望 我们跟藏族喇嘛和舅母也在这样说 大家都是互相都考虑 不要为了自己的利益 也一直不顾别人 把别人的缘子占了 窗户挡了 这样别人也毕竟是修行人 你到底真的是有过失 还是有功德也很难说 你的光明非常不错 但是你为了你的光明 别人的这种 尤其是可能没有经济条件的 一直在你的背后这样修行 不知道有功德 还是有过失 我刚才听到陀拉吉的声音中间 不得不加这句话 这也是显观众案论的 六波罗蜜多当中的 叫什么呢 这叫做法布施的波罗蜜多 通过我的这句话 你们有些已经懂得了 自己以后怎么样修行 懂得了这样修行 已经获得了真理的话 这叫法布施 也可以说 原来你不懂得这个 你心里有一种贫穷 或者有一些缺少 然后通过别人的言说之后 自己现在就心里浮育起来了 以后作为修行人 应该是自足少欲才好 真正的修行是内在的修行 真正的财富是内在的财富 那这样之后我觉得也很好 刚才我讲布施的布施 法布施的布施是这样的 法布施的持戒在传法和听课的过程当中 一切的分别念 其他的一些违品 包括对法布施 香味的这些人物一一地去除 这叫做布施的持戒 布施的安忍在法施的过程当中 不管是泪也好 热也好 饿也好 什么样的违缘 都你可以对抗 这叫做布施的安忍 然后布施的禅定 在法布施结束的过程当中 或者自己做法施的过程当中 对善法极有非常欢喜心 有很大的欢喜心 一点 我们有些法心人员是充满信心的 不管是从早上到晚上 特别类 但是表面上看 没事 这个是应该的 前一段时间我们学院里面有一些法心人员 安排他们 然后他们说 应该我们发心 你看我们学院里面员了那么多时间 为僧众没有做什么事情 这一点 我是非常欢喜的 最后我们刚开始的时候 会不会他们不答应 会不会输我们 原来我们有一次当时选立宗堪布 我们这个官家 他就害怕在课堂上宣布 宣布完了以后 害怕很多人都找他 然后他马上关机 跑到很远的地方去 堕了三天 所以我们经常要点名一个发心人员 很担心 但是有个别法师说 你们这样给一个发心机会 非常开心的 我们平时也很关心学院 很关心弘法力生 那现在既然给我创造了这样的平台 那我是非常欢喜 这种叫做静静 你不管是传法也好 听法也好 在这个过程当中 你不觉得是一种压力 你看刚才听课的刚开始有三千个人 后来到一千个人 这些人觉得是一种压力 后来很累 堪布很啰嗦 然后我在这里很忙 那这样我不听了 就一种压力 不想听了 这就已经离开了 离开就离开了 已经有的人死了 他还活着 有些人活着 他已经死了 所以在我的听课的过程当中 他虽然活着 但是他已经死了 所以我也不追他 不管怎么样 但是实际上他的静静心也没有 安忍心也没有 刺激心也没有 本来是我们共同听课 大家都知道 共同学习 这也是一种法布施 然后什么是布施的经律 在法布施的过程当中 心部外散乱 布施的智慧 在这个时候如理如法 或者从生意当中来讲 以散乱体供来摄持 世俗当中来讲 它是合理合法的 没有任何智慧的违品来所勾染 所以我们从布施当中 也可以圆满六度 持戒当中也照样圆满六度 安忍和精进禅定智慧当中 也可以圆满六度 这样之后 披加修行 披加修行 实际上佛陀在佛经当中 已经说了 每一个主要的六度 它可以含着分支的六个波罗蜜多 这样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 受大乘的戒律当中 也是照样圆满居足 这是我们自己可以对应 这样之后 这个开加修行的话 总而言之 我们可以说对善法 一定要有一种意乐性 那么有了意乐性的话 我一定要以六波罗蜜多来修行 他一方面圆满自己的功德 另一方面也可以饶益一切的有情 所以这样的修行 一般来讲也是从资粮道 一直来自佛地之间 都存在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 从资粮道也好 加行道也好 凡是佛地之间 都具足 这叫做什么呢 叫披加修行 你看这里讲得不多 只有一个颂词 在广说当中 因为我们下面能表示 遍制的十种法当中 披加修行只有一个颂词 所以有些有好几个颂词 他这个一个法有好几个颂词 有些只有一个颂词来表示 但一个颂词来表示 我们也知道 实际上是以六波罗蜜多 六波罗蜜多 每个波罗蜜多也有六种方式来修行 而且这种修行 心里的一种法式约 我们不是讲加行精进 披加精进 酒精精进 精进也是分很多 所以在这里 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种意乐 这个叫做披加修行 然后现在第二个修行 就讲趋入修行 其实趋入的话 我刚才讲了 如战场的话 你要去进入 进入什么呢 他这里修行趋入的话 有两个地方 一个是入于圣道 资粮道 加行道 尤其是见道和修道 还有一个是果地 也就是说道和果 主要趋入什么呢 我们修行的趋入呢 要么趋入道 要么趋入果 这两者趋入修行 那么它的分类 实际上它这里分类 首先是有大的三个方面 趋入硬的道 还有趋入果 还有最后有一个舍业 趋入硬的道 实际上是有趋入共同世间道 还有趋入不共的出世间道 两个 首先趋入修行 颂词当中是这样的 这个是世间道 意思就是说 我们要修行的时候 如果你世间一点的知识 不通达的话 那么修行也很困难 所以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 一般来讲 你的相续当中 要现前一切功德的时候 至少也是有世间当中的 十三和十五色级的境界 这个很需要的 不但是修行当中这样的 我们在了解的时候也是 比如说生命学 因命学 哲学 包括我们现在的语言来讲 什么天文 地理 生理学 还有化学等等 世间这些暴露万象的知识 都要去趋入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的话 我们一个菩萨 什么都不会的菩萨 肯定没有的 所以就像《经传论》里面讲的一样 就是作为菩萨 他对无名为主的一切知识 也要精通的 因此我们要趋入的时候 实际上所有的知识和所有的修行 都要现前 当然有个别人可能想 短暂的人生当中是没办法的 我们还是要当一个修行人 这样也是可以的 每个人的根机和能力都是不相同的 但是我们稍微有一些能力 尤其是我们在座的各位 有些可能自己的智慧 自己的经济都很不错的 在闻思的时候 尤其是比较开放的 寻找很多的知识 就是比如说隐秘 居士 包括我们现在 五部大论为主的 佛教的一切经论 除了这个以外 世间当中的现在的 比如说西方科学 还有古代的一些哲学 同时我们现在在生活当中 应用的一些医学 心理学 其实这些都是很需要的 我自己感觉 尤其是跟很多人 接触的过程当中 我经常讲 以前都学过 心理学多好 很想 现在肯定没办法了 我又遇到一些 比如说一些圣经学的科学家 遇到 哎哟 我以前学过圣经学多好 怎么办 甚至有些数学家都是 哎哟 我以前在中学的时候 没有好好学集合 没有好好学解放城 我还是应该学 好多好多的希求心 但是确实以前学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那里当时的教育 状况是非常非常的不理想 所以基本上 人生一般都是已经浪费了 基本上没有学什么东西 现在要面对很多问题的时候 也很困难的 显得自己很愚痴的 同样的道理 我们现在好多道友 已经入了佛学院 在佛学当中 如果你现在学的话 可能显宗 密宗的很多的理论和知识 修行体系都有机会学 但是你在那个时候没有好好学的话 你可能到外面去 如果你一直到外面去 不见任何人 闭着眼睛 给谁都不理的话 那就领当别论 如果你真的要去的话 现在我们有些佛教团体 也算是闻思修行很不错的 在这个时候虽然今天 闲观众论听的人越来越少 但是一方面 这个一直要提给他们 你们觉得我可能很痛苦 实际上但也有一部分人 应该学得比较不错的 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对很多的知识不精通的时候 好像自己都是没有勇气 在别人面前自己觉得 会不会跟我问居士上的问题 会不会跟我问密宗的有些不公的见解 等经无二的知识 或者《毗奈耶经》里面会不会有 一些因果趋势方面的问题 大家可能自己 如果你在这方面 稍微有些不敢说精通 但是基本上 这些知识的大的框架 你就掌握的话 你可能有一种自信 所以在这里说 为什么这个菩萨 趋入世间的知识呢 这也是我们不能忽略 确实很重要的 我们这里尤其是 在按照汉传佛教的有些知识 说实在很多出家人 入了寺院之后 好像都是希求解脱道者 并没有像藏传佛教那样 在寺院里面 特别广泛学习的传统 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问题 最重要的在寺院里面 学习完了以后 并不是寺院里面待着的 并不是寺院里面 一天都是吃三顿饭 或者你早晚课念完了就开始睡 不是这样的 应该是什么呢 就是佛教的这种精神 要传播给人 其实我们汉传佛教里面 有些大德 如果他愿意传法 这个方法是很好的 环境很好的 每天都是有这么多人游客 如果我有个小寺院 每天都是在大雄宝殿前面 放一个高音喇叭 让所有的人过来 然后跟他们要深思理解 讲讲课的话 有些是可能有好奇心 有些人稍微有一点帮助 我每次去的时候都有这种感受 我如果在这里的话 我每天都是站在大雄宝门口上 开始给大家讲 但是这个很重要的 我想我们这里的很多出家人 肯定是有自己 现在有个别的事 我要不要现在借这个什么寺院 我的师父 我的师父的师父 给我留下来的一个破庙 我要不要借 现在你师父留下来的破庙 借也可以 不借也可以 但以后你只要有清净的戒律和智慧 弘化离生的心态的话 寺院都是多的 我去汉地的时候 到处都是寺院 里面都是空空的 如果一个寺院 那这个时候 我们那里都是可以借用这些寺院 最主要 光是你借用一个寺院 你自己就是 啊 我以后走陀佛了 我要现在借个寺院 这个想法还是可能不好的 走陀佛要借个寺院 有什么用呢 好像把寺院当作棺材一样 这样也不好的 那么我们最重要是什么呢 就是要通过寺院 应该利益众生 帮助众生 这个很重要的 除此之外 我们有很多的妄想 也是没有必要的 就像月城菩萨的 月城的父亲一样 一直这样想的话 也不一定合理 下面讲这是世间 然后出世间 出世间道 那么出世间道 有一个众的出世间道 还有分别的出世间道 还有一个特殊的出世间道 三个 首先是众的出世间道 它这里是四等 也就是说 趋入的世间道不是自己 波罗蜜多 这个是它这里面 趋入道的第二个法 第三个法 也不是分别的出世间道 那么这个分别的出世间道 是出世间道的见道和修道 这也是要趋入 意思就是说 我们出世间道的布什等六波罗蜜多 要趋入 要去修行 要去趋入的时候 刚才一个是学世间法 然后第二个学六波罗蜜多 这是众的六波罗蜜多 分别来讲 六波罗蜜多所舍的那些呢 就是从见道到修道 也就是说 实地 实地所舍的这些道 都要学完 特别的出世间道是什么呢 还有慈悲等 还有成就无所的三轮三清净 他这里面讲了三个 第一个 我们要趋入出世间道的话 一定要修慈心 悲心 舍心 细心 四无量心 四无量心没有修的话 大乘的佛法是没有办法可以修的 我们为什么讲大悲菩提心的前面呢 每一个大德 他要讲四无量心 我们每次念仪轨的时候 前面也会念四无量心 原因是什么呢 我们现在没有一个出世间的四无量心 当然这个四无量心 也有出世间的四无量心 但是出世间的四无量心没有的话 那我们根本没办法 建立大乘的菩提心 所以说 这是四无量心的方便 必须趋入 这个没有趋入的话 修行就没办法 所以现在我们要知道的 有些寺院里面 有些个人的修法 根本不重视利益众生的心态 这一点我觉得现在 包括我们也是称为大乘佛教的 但是利益众生方面特别差的 这些修行人 连大乘的这种边都可能站不到的 大家一定要注意 然后第五个就是说 趋入入入定的时候 远离一切心论的无限等次 什么叫做无限等次的话呢 在你入于智慧 山摩定的时候 实际上因为一切万法就空性 在这样空性的境界当中 按照一点的有物 食 费 白红蓝等等 所有的有物是非 利四片八戏 我们《中论》当中所讲到的 这叫做无限等次 这个必须趋入 如果你没有这样趋入的话 那我们得不到一个 出世间非常甚深的境界 那么第六个趋入后德的时候 三轮清净 也就是叫做有限等次 什么是有限等次呢 我们虽然没有能取所取 或者说没有布施者和布施 还有布施的无品等等 但实际上这样的境界 在后德菩萨的境界面前 实际上就像如梦如幻一样 没有任何的本质 这叫做三轮清净的 有限等次 萨摩蒂娜 这以上总共有六个吧 这几个实际上是 世间和初世间趋入的道 后面所谓 皆六通 与一切之下 这个是趋入 中体修行的三大所谓 这个是在国外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到的三大所谓 然后第二个 在国外的时候 有共同的 我们前面讲的无言六通等等 还有到了最后布供的时候 佛陀十八布供法为主的智慧 智慧波罗蜜多 便知的智慧波罗蜜多 那么这一切 我们上面所讲到的这些 总共有九个法 九个法当中这里面是六个 从世间和初世间的道 趋入于道 然后后面的这三个 果 当然有个别的一些论师 他在解释的过程当中 只有最后一个作为趋入于果 而前面的八法认为是道法 这样也可以 因为刚才后面的所谓 你在作为一个 修道 修行的目标来看 入于道当中的一个法 也没有什么不合理的 最后他的设议是什么呢 能趋入真心 当之生大成 那么上面的这些法 总共有九种法 九种法我们一定要知道 这是趋入修行法的 主要真心 当然修行的次第也好 它的境界 这些完全可以非常合理的 固定的 而且有了这样的话 让我们真正登上 或者进入大乘的佛法 所以个别论师的不同观点 实际上都有不同的解释方法 因此我们这样真正趋入的修行 它的界限 它的界限的案例 一般的普通的趋入修行来讲 我们资粮到开始 或者说资粮到开始 一直来自十地某位之前 都是合理的 这是我们十种法当中 第八个法吧 第八个法已经趋入修行 已经讲完了 趋入修行的主要目标 修行不是口头上说就可以了 也并不是光心里面发个愿 我要修持六波罗蜜多 每一个波罗蜜多当中 其他的六种法 六种法 这样可以涵盖 我一定要具足 光是你心里这么想不行的 一定要实际行动当中去做 其实我们很多道友 现在有些人 嘴巴都是非常非常会缩 在有些领导当中也是这样的 有些修行人当中也是这样的 我以前遇到过很多的法心人 有些法心人说 嘴特别会说 一听到刚开始听到的时候 哇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 这样的人我真有福报 遇到他的话 哇 真的太有福报 在我的法心部门当中 有这么一个好的人 不知道是上师三宝给我的 我前世发愿得到的 因为他嘴巴特别会说 哇 真的是这样这样的 然后什么都不做 后面可能他当时心里 也是有一种 叫做披甲修行可能会有吧 但是没有趋入修行 做的时候就特别懒惰 到最后基本上没有 然后久而久之 六要芝麻里 日久见人心 慢慢慢慢 哦 知道 这个人嘴都是很会说 但是实际上 我们很多法心人也是这样的 修行也是这样的 修行讲的时候就 啊 等等等等等等 一讲的是什么 但实际上我们外面的一些 辅导员当中也是这样 今天开始我们也要正顿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法师 但现在法师当中也是 刚开始的时候都看不出了 有些还是很精进的 做事情很细致 一直跟我们这边安排下来 他自己很精进的 不管是旁边有人赌足也好 没有赌足也好 凡是给自己交给的任务 任务的话 他没有松懈的 有些人的话 旁边都是一直说的 否则人 或者比如说我没有出来的时候 都慢慢慢慢就已经咽了 就不行了 好像水里面经常灌水 花里面经常浇水一样 如果我每个星期开个会 每个礼拜要赌足一下 基本上是能活下来了 就这样 如果我可能耽误了 大概一个月之后 基本上工作都不管了 所以我在发心人当中 也可以看出来 有些人可能业力的原因 有些人真的是还不会做事 虽然很多人已经 头发都要马上摆了 牙齿也马上掉了 但是还比较幼稚 这也是跟教育有关系 像美国和他们的有些教育 在学校里面 并不是很事犯的 包括有些炒菜 这么样切菜 怎么样做人 这么样做人家 好多好多都是在小学 中学 他们的这种提法 不是像高中 什么小学 它的提法都是不同的 但是实际上在学校里面 怎么样做事情 要做的话 怎么样细心 怎么样耐心 要遇到违缘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基本上是没有的 在学校里面一直是学学学 最多是乘一个树袋子 然后到生活当中的时候 给别人接触的时候 说话的成熟能力 也是很弱的 别人一说 你这样不对 那既然跟我已经制止了 或者遇到碰壁子了 我遇到威脸了 我现在不发心了 我把准备点了 交给你了 我要去自我老师 没有办法了 就是这里 所以我们修行要趋入要趋入 趋入是什么意思呢 真正是实际行动当中去 光是心里面发个缘 也不行 嘴巴腿会缩 也不行一定要自己 还是很细致的 不管遇到什么事情应该做 如果实在是做不到的话 你也应该有个很好的交代 对下面的人也好 对上面的人 对自己平起平坐的人也好 我们人生存在这个世间当中 应该是对上下左右 前后都要看一看 尤其是要经常观察 反观自己的内心 从良心上能不能对得起 所以这些问题 至少也是做人的行为 做人这样的一个规律可以退出 修行也是光是心里面 我们前面讲的是发六度 发个心 还是不行的 要趋入修行 要趋入修行的话 世间和出世间 或者是果和道 从两方面来进入 这一点大家从比喻来说明 应该会很明白 虽然网络上的人越来越少了 但是 我将会这样做的作品 每一切都两个人继续 就为什么要生日子 在中文中对待来越少了 要求所有的入盆 这件事情 我是无论的 楼子 在中文中对待来越少了 和多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